听完大家对水肿的解决方法后 研究养生食疗多年的余美人 也要拿出自己的独家配方咯 请介绍一下 好 这真的是我在家里会做的 所以也请李医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好 好不好 刚刚讲那个是用什么红豆粉条 那个是因为你出外没有办法 浓缩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在家里也没有那么难 如果你懂得那个逻辑的话 真的没有那么难 OK 好 比如说我的红豆艺人呢 我是一次煮一大锅起来 然后呢我就分成这样 一小包一小包丢冷冻 所以我就是一次可以煮十天的份量 然后呢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果汁机已经用到这样 就是这每天都在用的 我有两台 这你带来的 我有两台 因为有的是打素的 有的是打荤的 哦 分开 对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你看这里面就是红豆跟艺人 对 里面是有加糖的吗 没有没有加糖 没有加糖放酒 而且我有用那个 我用白艺人跟红艺人 哦 红艺人不错 比较温不会那么的冷 对 红艺人 因为女生要有点红艺人 嗯 就艺人还有分两种 然后呢 美人姐答断一下 怎么去煮这个东西呢 锅子煮啊 煮到烂就好了吗 煮到软就好了 煮到软就可以了 天啊连这都要焦吗 哦因为我怕 我怕 对 因为你不知道 没有有些妹妹不下厨的 对 她连怎么煮红豆都不会 对 可能想自己煮 哦 哦所以我一看连红豆开始焦了 哈哈哈 煮多久 对 因为你看哦 我因为要 它方便冷冻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煮得很厚 很烂 很烂 是很烂的 可是我没有很稀 我煮浓稠一点的 嗯 OK 这样一包包冰起来 然后呢 因为我没有加糖 OK 因为糖我是后面加 我加的是 不要加白糖 因为白糖也是会胖会水腫的 对啊 而且热量很高 我加的是棕铝糖 棕铝糖 它本身比较没有经过精致啦 没有精致的棕铝糖 OK 好 那这个糖就是 你吃一口看看 甜吗 欸 甜吗 蛮天然的欸 蛤 不会腻 对 因为这水果还会玩清甜的 我试过用白糖打这个冰沙 吃完之后你想喝水 哦 太腻了 你用棕铝糖就不会 嗯 棕铝糖 棕铝糖 因为它本身是原糖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 维生素矿物质也比较多 维生素矿物质都比较多 棕铝糖很容易买吗 很容易啊 网站 有机店吗还是 有机店网站 有机店网站 你这样是不是甜一点还是 不要太甜 好 它就这样子好了 哦 半糖 鸡鸡鸡 你加到多少 半糖少冰啊 哈哈哈哈 我们去饮料店都会这样吃 对 饮料店应该卖这种 冰块 都要吃吗 我先打一杯好了啦 好 然后 其实如果我在家的话 因为来摄影棚比较软了 所以在家连冰块都不用加 哦 因为它刚好 你前一年晚上 你拿出来放一杯 有点冰沙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坦白讲 叫你吃这样一碗 你吞不下啦 嗯 对 吞 对 你真的每天叫你吃这一碗哦 很饱 这样咬哦 对啊 真的吞不下 可是打成冰沙 那你一下就喝掉了 哦 你天气又很热 对 天气又很热 那是不是很适合 哦 好期待哦 这定时的 哦 定时的哦 好快 它有好几个段落 那如果觉得不够好 你还可以用切的 哦 应该够了吧 差不多 稀掉了 不是担心它不够甜 但是 我可以啦 看起来好像巧克力奶昔 有点小 有点小 辣豆 你刚刚有喝过那个 我喝过那个 对 好 陈巧儿你过来 天然的跟那个 是差别在哪里 你要不要喝一口 好 我先比较一下 这有红豆艺人嘛 对 红豆艺人冰沙 哎呦 哎呦 可以哦 哎呦 虽然说真的不够甜 但是其实还 我也觉得不够甜 因为你们一直不让我放 因为棕榈糖没有那么甜 哦 对啊 但是有甜味就可以了 就不要 不能入口就可以了 嗯 喂 清爽的 很清爽 就是很健康的感觉 我们也想喝 我们也想喝 对啊 所以你是早上起来喝吗 可以啊 呃 我会建议晚上会比较好 因为早起来 空腹喝 冰的会比较不好 对 但是如果你变成晚餐的一餐 你可以淀粉类减拌 吃这个很健康 你晚餐喝着就可以啦 口感怎么样 好喝哦 不要这样子啦 真的 真的真的好喝 好像就很天赛 超好喝的 你可以出养生书 对啊 而且我用的棕榈糖 是不是不腻 对 不会一点 完全不要甜度 你不会想要喝水了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晚上吃这个 又喝水 你第二天也会水走 真的 对 这很厉害 而且它里面 你所有的全食物的营养跟纤维都吃进去 对对对 我是懒得这样子吃那个一人饭 我妈妈就直接吃那个一人饭 我想到要裹很久的 对 我感觉累了 所以我一次可以吃掉这么一杯 我整天 我一餐的淀粉都够了 嗯 真的好 打得细 比较容易脏气 开玩笑 我骨骑鸡很贵的 很细吧 超细的 真的好喝 而且我刚刚冰块没有放很多 所以你说如果从冷冻库拿出来 它等于直接打下去就变冰沙 你直接从冷冻库打要打很久 你还是要让它有点退休 差不多就是晚上拿出来第二天打 嗯 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李醫师在这问啦 我们这个水肿这边讲了很多方法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建议的 呃 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天然的食材 比如说红豆啊 薏仁啊 还有我们说补充的玉米稀荷叶 都是有帮助 还有我觉得刚刚那个按摩办蛮好的 因为它其实可以顺着 你知道为什么下次会水肿 因为你的静脉回流是不顺畅的 那你就有外在的按摩 或者是你的腿倒立 其实让你肩膀回流之后 你的腿或脚系 而且是要游下往上对不对 对 这样会比较好 不是游上往下 而且那如果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晚上泡脚 泡脚 对 其实呃 泡澡或泡脚都还蛮好的 因为它帮助身体发汗 可以代替太多的水 是 海水的功效 好棒哦 很开心你们喜欢我做 真的好喝啊 真的不错 真的 大获全胜了 真的 好 好 各位 接下来挑一下第三个 这个美丽功能是什么 头发的困扰 问一下李医师 为什么女生好像年过三十之后 就常常比如说 头发变比较粗糙啊 然后没有光泽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呃 因为 应该是这么讲 我们说阳明金 她是年过三十 最后就开始会开始慢慢老化了 但是呢 但是其实现在 我们发现到临床上 很多人其实不到三十 所以她可能就会开始 有出现圆吐的问题 因为压力大造成的落发 鬼剔头 对 鬼剔头 然后还有就是说 所谓的少年白 遗传性的白发这样子 那还有很多 还可能女孩子月经 她可能不顺畅 不顺 你发现到女孩子月经不顺畅 不仅是她的皮肤会不好 包括她的头发 都很容易会干燥 因为我们说 发为雪之鱼 如果你本身的雪 是不够的 是处于一个雪虚的状态的时候 你的头发就会不漂亮 哎哟 这个不漂亮还可以靠颜色染 我是很 很心疼 有些女生那个 头发变少了 对 对 一般就是说 这个它是出现那种 落发的一个现象 那很多人他会说 这个落发应该是这个 五十岁后才会出现的事情吧 但是我们临床上看到 没有 其实很 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因为 现在普遍压力大 睡眠又不足 然后可能会有盛气早衰 所以看到很多人 更年期提前了 原本可能是五十五岁才进入更年期 但是临床上现在很多四十五岁 就开始乱惊了 对 所以这种头发稀疏的这个年纪 感觉越来越晚前咯 嗯 这个朱欣怡有调法 有啊 不是现在 也是怀孕的那个时候啊 生完 生完 大概七个月的时候 还是八月的时候 就开始落法 然后我那时候听朋友讲的很 很夸张 我想说怎么可能 可是当你看到洗完 找那个排水孔 整个都堵在那边 而且是每天青海堵在那里的时候 你真的会吓到 然后一梳头发全部散落满地 对 如果你不黏的话 那真的是很可怕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会觉得 因为我头发很多的人 结果就像一把一抓 然后一戳 一戳黑黑的人有吓到 我想说这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 然后 可是他们都跟我们讲说 嗯 其实这没关系都会长回来 那我就很担心 好像都惨了 生了一个小孩就要秃头不必这样的 对 不会啦 你气血不好 因为后来有长回来吗 后来长回来 因为后来发现就是 在做造型的时候 诶 这边小小头发就 次次这样突出来 他说诶 要用发胶抹一下 我说哦 长回来 长回来 就好了 会啦 时间过就好了 尤其产后的吊法 都是吊前额 哦 对 都是吊这边 像我 我产后 我那个时候是 这边整个都凸上去了 哦 发线会变高啊 对 发线会变高 就是凸这一块那样子 对 因为以前这边都有小毛小毛细毛 整个都凸掉了 后来就是听长辈讲啊 就是那个 呃 素不辣点红筋吧 诶 诶 诶 素不辣点红筋 素不辣点红筋 螃蟹 红筋 素不辣点红筋 我就吃两次了 按摩都出来了 真的吗 真的有效吗 有效吗 李医师